我倒下 有点疼 有点疼 平民队群天花板 种门圣女 尼路攻略 这个视频七七教会大家 尼路的定位和其他角色不太一样 在释放玩四断战技后 尼路能升级全队的圆绽放反应 变成砖属于自己的逆绽放 逆绽放相比普通的种子 具有伤害更高 爆炸速度更快 范围更大的优势 但同时也限制了对五指能加入水草角色 所以主打绽放反应的尼路是不用升级天赋的 射遗物的选择更是简单粗暴 只用堆叠生命值就行了 无论是散套 还是二千炎二花海都行 花神套刷取性价比点 没必要专门刷取 武器的选择更是随意 转武最优选 其他武器效果都差不多 围绕生命值和精通选择就行了 这就是种门圣女的包容性吗 生命值需求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点奇奇还要再次提醒一下 参与草反应的角色一定要拉到90阶 等级对草反应伤害影响很大 配队方面 虽然尼路限制了水草属性 但是几乎目前所有水草角色都能加入尼路队 根据不同环境选择不同的角色 这也算一种配队灵活性吧 命做少 尼路灵命完全体 一二命有提升但没必要强抽 是不可多得的平民战神 总之 如果你被圣遗物出货绿蒸磨过 又想快速打满深渊 尼路是非常值得抽取的 要谢谢奇奇吗 有点